我对龙芯稍微有点了解 18年以B站自媒体身份 对北京龙芯进行了实地参观 拍摄采访 从龙芯10年成立企业 自负盈亏开始 到现在预计通过交税金额 已经快超过当初国家给的先期投入 从汗芯打磨龙芯背锅 到购买AM架构和AMD推土机架构的谣言 再到打平酷睿爱期 骗经费偷税漏税 这十几年来 龙芯受到的伤害 一直都没有停止 且仍在继续 先说龙芯偷税漏税吧 打开国家税务总局 查询龙芯交税情况 看清楚龙芯是A级纳税人 所以说龙芯偷税漏税的 可以歇下了 不要再刷了 还有一点 很多人说龙芯在骗经费 在2019年 中科院的微博还有这样一条 龙芯得弄了好几千万的经费了吧 结果什么都没有鼓道出来 巴拉巴拉 给中科院整的有点破房了 说了句你新来的吧 这个图相当经典 风车要截下来留一辈子 首先龙芯中科的前身 龙芯服务是2008年2月成立的 注册资本是500万人民币 应该是转移中心和中科院 共同出资的 在10年 北宫投资的是PREA轮 11年中海投资 1900万人民币A轮 15年顶辉百福投资的B轮 19年两次股权融资 分别是顶辉投资和林芝顶福 在20年上的科创版 准备发行股票 龙芯的投资关系清清楚楚 认缴金额 认缴时间 都可以在天眼眼查上看到 除了最开始的几年 龙芯是中科院扶持之外 从15年开始 就接受了商业投资 再到股权融资 再到发行股票 不知道那些说龙芯 骗金费的人是哪冒出来的 18年开始 龙芯反向共写国家 每年交税超过了 国家给的综合补贴 有一个小道消息说 那个胡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再过两年交的税 可能会追上国家前期 给的龙芯所有投入 但是这只是一个小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创造 Wintel以及AA生态之外的 第三大生态 就敢定下这样目标的公司 你说他偷税漏税跟骗金费 我是不信的 除此之外 风车看到有一个评论说 为什么龙芯要打磨芯片 首先打磨芯片的是汉芯 2002年8月28日 发布的龙芯一号 汉芯是2003年2月份发布的 这是怎么超越时间 自己虚空打磨的呢 到底是有多大的仇恨 能把这样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这都过了将近20年了 还有人这样说 龙芯是打磨芯片的那家 龙芯是打磨芯片的那家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评论是 龙芯为什么要购买AMD的技术 这个评论估计能给海光整破房了 有购买行为 进行交叉授权的 是海光 这点请不要再混淆了 你这样说海光会很受伤的 还有一个评论说 龙芯当初为啥会吹 笔尖库瑞爱妻3770 因为大家接受到的信息 就是错误的 很多编辑为了点击率 当了标题党 把测试的前置条件 包括同频测试 偏重浮点运算 刻意的忽略 或者在后面放出 却把标题写成了 干掉I7 秒掉CMD 结果传来传去 变成了龙芯在吹嘘如何如何 在15年太平洋网站上 就有这样一个文章 而在里面的第12 第13自然段才指出 这个测试程序 偏浮点 偏整数 而且对比的是 同频率等效性能 什么叫同频率等效性能 就是 I73770 它的基础频率是3.4 最高频率3.9G赫兹 把频率调整到 和龙芯3B1500的 1.2G赫兹主频一样 然后再去跑测试 这叫同频测试 然而在文章最末尾 跟老师批改作业似的 来了一个小编点评 领经费的非卖品 用嘴干掉了 AMD的PPT 咱先不说红队的事情 这期视频是讲龙芯的 龙芯在15年 刚刚扭亏为盈 接受了顶辉百福的 B轮投资 在链接里变成了领经费 还提到了一个点 是非卖品 文章中第四自然段 自己写出3B1500 14年底成功流片 15年年底成品面试 文章发布时间是15年5月 你自己不觉得前后矛盾吗 年底成品才出来 年终说人家非卖品啥意思 你是未卜先知呗 这样的形容真的合适吗 网站的编辑都如此审核 更何况是普通观众了 有误解很正常 还有的评论说 长江跟长芯 在闪存市场 已经取得了突破 逐步往民用的市场发展了 那为什么龙心不能打破 红蓝两家的垄断呢 受时间关系 咱们下期再说 下期视频会在24小时以内更新 准备好你们的三连